上几个结尾啊 我们说身体发福收拾父母 不可毁伤 就来毛发也要爱惜他 古代这个男子的头发须啊 是不轻易冻刮的 所以现在人也不讲究了 没办法了 但主流都这样 不然你也觉得你这个精神病 我们自然的 所谓也不是什么大师啊 就是这种 男子长发 其实有的时候 不是说特别长 也很好 男人同样可以穿 这个带一些颜色的衣服 尤其这种汉服啊 古代的中国风 现在也可以接见 那非常好看的 怎么就非得整天 一身黑一身白呢 就像上祭典一样 我们 说这个宾思体验啊 想到哪儿说哪儿 现在有一些所谓的西方 有这个死亡过山吃热啊 这种都是提前结束生命 对生命的彻底的不负责任 到了这个阴界 就那一个阶段 它是不收你的 地府都不收 你这些人 你这叫孤魂烟鬼 到时候你擅自做主 往复老天给你这副 躯体 那是要受天经地华 所凝炼 越化而成的 那是妥妥的浪费 十足的奢侈 不要以为怎么样 说你好像死都不怕 你就是你自己的了 不是 连身体都不是 连那个灵魂也是 上天的一个碎片 都是 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在道中来 回道中去的 人能体贴行道 辅佐一方 哪怕 一个人 乃至一个物 你能很好地运用它 都是对上天的一个交代 我们 不要很自我 你 就是 老天给你造就的 你不是你 你没有你 那到了最后 无私无我不为 那这个境界的好 我们说了这个 就是 死亡过山车啊 什么的 这些 你没有那个权利 我说你过得很痛苦 真的有 自杀自艺的 也有 那是万般不得已 你说每个人好像都是 其实 恰恰不失 有这种结束的人 固然是有 但是你心里这个结 更大 很多没有什么 受不了 人家厌汗 就把自己腿锯了 没有麻药 什么都没有 就拿一把锯 锯断 因为他 中毒了嘛 反正他的那种理解里面 就只能量 当然我们 民间的 高人多的是 你碰不到 你也 意识里就是这个 那你此刻就只能量 我们也不能 没有见到他 也没法劝他 怎么都没有别的方法 当然紧急情话 他确实有时候需要 那就没办了 那有什么忍耐不了呢 十足忍耐 没有忍 辱 这个功能 很难成大事 不管男女 尤其男子 你想做大事 你有能力 你要先把这个新性 在前 你死不是 完了就 你自己 就说我们不在乎 你老天都不在乎 你 人之为人 你人没有做到 你 上个老天又小没有 如果十足都没有牵挂 那才回得去 不然老天不会让你回去的 不管上面下面 你是回不去的 那你就要等到那个时候 这个时候 经历这个 周医生 那你需要 那是 饥寒交迫的 毕竟人家还是要痛苦的 老是在那个圈子里面 让你转转转转 你